我现在走了 看 看 这样看 一 二 这台机器这个地方才够宽 那原来的我们家的机器 比较窄 所以这个宽度不够 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 所以一定要大台的轮椅 所以来做 来做这个复健 做这个脚步的运动的时候 就是要 向养护所借一台 比较宽的轮椅 这个宽幅 这边宽幅 才够 来做 来做这个 这个 复健 脚步的复健 的动作 因为妈妈这只脚 那 妈妈 妈妈这只脚 没有力气 所以要做这样 脚步的练习 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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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来做复健 这是必须的 必须的 必须的 必须要换 必须要换 那么 如果不换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 这个脚步复健 这个项目 脚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做 脚的部分就只有这么一个机器嘛 对不对 好 现在有一个是那个 那个 那个 电动的 可是电动的呢 电动的它的速度太快 好 那妈妈 跟不上那个很快的速度 所以必须我们手动 手动自己 自己来控制速度 对不对 嗯 所以 一定 一定 来做复健 要换 大台的轮椅 OK 好 可以关掉